上回书说到董卓到了王允的府中 王允命貂蝉在酒席宴前歌舞迷住董卓 确实把董卓这个酒色之徒迷住了 董卓爱看貂蝉 司徒王允借机会就跟董卓说 太师 您要是喜欢我就将此女献上太师肯接纳吗 董卓心说你给我我还不要啊 哎呀 司徒大人如此恩惠 我董卓何以为报 太师 此女能够入相府伺候太师 他福分不浅 何言报答二字 这是她的造化呀 多谢司徒大人 再谢王司徒 可把董卓乐坏了 王允立刻命人预备沾车一辆 先把董卓送到相府 貂蝉是先走的 董卓这个好色之徒 他可就坐不住了 马上站起来了 王大人 老夫不生酒力 告辞 司徒王允心说事情办完了 刁缠我给你送去了 你也该回去了 就这样王允把董卓 一直送到了相府 才告辞回家 司徒王允不准码头 骑着马往回走 走在中途路上 突然间看见前面灯火通明 仔细一看 两行红灯照路 当中间一匹赤兔马 马上端足一人手持画感 方天脊正是温侯 吕布吕凤天 王允小心翼翼抱拳弓手 哎呀 前面是温侯嘛 别来无恙 吕布一催马来到 王允的马前 把马一勒 两个人是马挨马 吕布一伸手 碰的一下就把王允的一筋 揪住了 司徒 你既把貂蝉许我 今夜又为何送于太师 难道你敢戏传我李布 哎呀 温侯息怒 温侯息怒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 且到草舍中在谈 嘿 李布这才杀手 拨转马屁 跟着王允到了府前下马 温侯情 吕布二话没说 麦达布就进去了 两个人来到后堂落宗 司徒王允假装不明白 温侯 你为了什么事跟我生气呀 司徒王 你这是明知故问啊 有人跟我说 你王允用沾车把貂蝉送炉 向府 适合缘故 哦 原来温侯 不知道啊 昨天在庙堂之上 见到太师 太师对我说 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明日到你家 温侯 当时我不敢动问太师 就在家中备下小宴 等号太师 太师来了之后 在饮酒之间问我 说你有个女儿 名幻貂蝉 许给我而奉献 我怕你只是空口说说而已 又没有没人作证 所以今天登门相求 并请出你的女儿 老夫要看上一看 我王允 怎么敢违背太师之意 就让貂蝉出来拜见公公 太师看了说 今天就是吉日凉晨 我把你女儿带回去 让奉献跟另爱完婚 温侯 你想一想 太师亲临草舍 一片好性 公公带走而逢 老夫怎么敢推脱呀 王允 这几句话 暗情推理 吕布是不能不信 即使这样 司徒大人 看来是我吕布不明事理 多有得罪 改日在负经请罪 温侯 你何出此言 小女既然许与温侯 带你们完婚之时 老夫就把小女的嫁妆送到府上 王允这几句话说的是非常妙 让吕布仍然以王允的姑爷 以新郎自居 吕布是急忙称谢 谢过大人 吕布告辞 吕布着急呀 急忙离开司徒王允的府 想到太师府 到门前一看 门已然关了 天已然晚了 吕布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中 这一夜 吕布翻来覆去 都没睡着觉 第二天早上 赶紧起来 急急忙忙到相府去打定 一进门 看相府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往里走 碰见人倒是不少 怎么没人给我吕布道喜呀 应该跟我说 将军您大喜呀 昨天太师 把司徒大人的女儿 带回府中 准备给您 入洞房成亲 您大喜呀 怎么一句都听不见呢 吕布非常奇怪 就走到中堂 中堂里董卓的几个侍妾 过来给吕布见礼 拜见温侯 太师何在 您问太师啊 昨天夜里接会新人 跟新人共寝 还没有起床呢 吕将军请您落座 稍后片刻啊 吕布一听是勃然大怒啊 这也不能不怒啊 身为大丈夫这是夺妻之恨 吕布腾腾腾走到董卓的卧房 把脚步止住了 然后绕到后边 偷偷望里头一看 这时会儿 貂蝉已然起来了 正坐在窗前梳头 貂蝉一边梳头 一边望外看 突然间 看见窗下水池中 照出一人影来 此人又高又大 头戴竖发官 心中明白 这是吕布来了 这么一瞧 果然是温侯道 貂蝉双眉一促 面带忧愁 拿起手帕擦眼泪 吕布看见了 吕布当时心都碎了 头砍了半天 才慢慢的退出去 过了一会儿 吕布猜测 董卓这时候 已然起来了 就二次来到中堂 果然董卓 正在那坐着 吕布只好进去吧 还没说话呢 董卓看见吕布了 冯仙呐 外边没事吧 吕布 吕布嘴里虽然说吕布 心里却说 外边是没事 咱们里边的事 可不小啊 吕布没有办法 就在董卓身边站着 有人伺候董卓 漱口吃茶 然后董卓 要用早饭 说早饭 可就到了午饭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这吕布 眼睛 往这笑脸里边瞧 因为吕布 随便在这站着 心中惦记着貂蝉 两只眼睛 正往笑脸里边看 渺渺茫茫 看见个女人 走过来走过去 有时候稍微露出一点脸来 以目送情 貂蝉 看眼吕布 吕布知道貂蝉 看自己是魂不守舍呀 这魂灵 啪的一下 早就飘飘荡荡 飘到了貂蝉的身边 董卓一看 心说你这两只眼睛 老望李瞧干什么呀 董卓不高兴了 啊 这是看我心那的爱妾 想到这 董卓把脸望下一沉 放心啊 你要没什么事 就退出去吧 吕布没有办法 这董卓愣望出轰了 只好点头答应一声 卖半的就退出去了 董卓是个酒色之徒啊 自从有了美女貂蝉 他畏色索迷 每天度在相府 跟貂蝉在一起 一个多月 他连潮都没上 貂蝉呢 伺候董卓尽心尽力 哄得董卓是爱不释手 有时候董卓 有点头疼了 伤疯了 貂蝉夜间 连衣服都不脱 在床前床后服饰 董卓高兴已急 吕布 知道董卓害病了 心说我借这个机会 我得进去看看 实际上 他不是看董卓 是想看一眼貂蝉 有一次 有一次董卓吃完了药睡着了 吕布进来了 貂蝉呢 正在董卓的床后头站着 他一看吕布在这儿 他探出了身子 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 又用手指了指董卓 他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 跟断线珍珠一样 吕布一看着心都碎了 就在这个时候 董卓朦朦朦朦胧胧 一看自己的义子甘儿吕布 目不转睛地往床后头看 他一回头 又看见貂蝉在这儿站着 动作是冲冲大怒 吕布啊 你好大的胆 敢调戏我的爱记 来人 把吕布给我轰出去 从今以后 再也不许尽容浩唐 吕 吕布是愤恨而去 他望出走的 正好碰见董卓的姑爷李儒 李儒一看 李儒的神色不对啊 李儒是个聪明人 他必然要问 问好 我看你神色不对 你这是怎么了 我听说太师有病 进去看看太师 我是他老人家的义子甘儿 没想到太师的爱记 站在他的床后 太师竟然说我调戏他的爱记 把我轰出来了 李儒一听心里明白了 哎呀 温侯啊 太师跟你情同父子 以时的误会 温侯千万不要记在心上 我去劝去 吕布走了 李儒急忙进来 一看董卓 靠着床坐着正生气呢 李儒进来了 貂蝉就退下去了 他虽然退下去 他侧耳静听 要听听李儒跟董卓 到底说什么 李儒就跟董卓说 太师啊 温侯吕布 可是您心腹战将 他永贯天下 太师因为这么点小事 就去责备他 如果奉先便先 太师啊 对您的大事不利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太师 今天就算了 明天您把奉先叫来 赐给他金箔 用好言安慰 一缓其怒 必然就无事了 好啊 就与你之见吧 第二天董卓就按照李儒的话 给了吕布 二十匹锦段 十斤金子 奉先哪 昨天因为老夫有病 服药之后 似水飞水 精神恍惚 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 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呀 吕布虽然表面上应付董卓 但他心里头仍然是惦记着貂蝉 过了几天 董卓的病好了 带着吕布入朝面军 吕布 每回保着董卓入朝 手里头都拿着画杆 方天井 因为董卓生病 好多天没上朝了 所以事情 未免就多了一点 三朝之后 文武大臣都走了 董卓呢 就跟汉贤弟刘邪坐着说话 吕布一听 这事情得谈一会儿 这可是个太好的机会 就溜出来了 提着画杆方天井上了马 直奔向府 到向府门前下马 把马拴好了 提着大脊 就奔向后堂了 貂蝉非常聪明 他听声音 就知道吕布到了 赶紧测出身来 一看果然是吕布 急急忙忙跟吕布说 你呀 到后花园 凤一亭等我 吕布拿着脊 大步流行到了后花园 在凤一亭前颤下 把这脊 望着一靠 转过头来 他看 等着貂蝉到来 他心里着急呀 时间不大 看貂蝉 分花拂柳而来 哎呀 吕布不由地脱口而出 果然是欲中仙子 貂蝉走到了吕布身旁 眼泪就流下来了 将军 我貂蝉 虽然不是王司徒的 亲生之女 但是 从小在司徒府长大 王大人 带我如同亲生 自从那天 司徒大人 把我许给将军 妾身 妾身平身之愿 足以 没想到太师起了不良之心 将妾身淫污 妾 恨不得当时就死 只因为 想见将军一面 跟将军 决别 所以才 忍辱 偷生 今天 箭头将军 已满足 妾的心愿 妾身 已被辱 不能再 侍奉 将军 今天 妾 愿死在将军面前 以明切心 说到这 貂蝉流着眼泪 手扶栏杆 她就望荷花池跳 吕布 见此情景 她能不动心吗 唰的一下 就把貂蝉抱住了 眼泪也流出来 我知道你的心 只是没机会跟你说话呀 貂蝉 拉住吕布 又劲逼了一句 妾 今生不能 释放将军 只判来世了 不 你不能死 我吕布 今生今世 若不娶你为弃 非英雄也 将军 你不让妾子 且动日如年 将军 你要可怜我 就把我救出火海 貂蝉 你可千万不要着急 我今天是偷空而来 老贼正在跟万岁说话 如果老贼发现我不在了 他定会疑心 我必须得马上回去 貂蝉立刻揪住了吕布的衣服 貂蝉心说 可得等董卓回来 我得用话将吕布 将军 你这么怕老贼 恐怕切身就逃不出 他的手心了 你等着 如我慢慢的想办法 说完 一抄话跟方天几他要走 貂蝉 见动作仍然没到 看着吕布 是泪如雨下 将军 窃在身归就听说将军大名如雷观耳 以为将军是当时第一英雄 没想到 却救不了窃 让窃身任意遭老贼侮辱 将军已枉为英雄之名 没想到这么大的英雄却在老贼手下受制 貂蝉这几句话可真够厉害的 说得吕布脸就红了 满面羞愧 吕布不由的又把话给方天几 一在栏个旁 回身就搂住了貂蝉 用好话安慰吧 两个人不忍得分离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董卓大声喝喊 好奴才 把吕布吓坏了 一看果然是董卓 董卓怎么来了 因为董卓在金殿之上 跟汉贤弟刘协说话 说着说着 突然间发现吕布不在了 董卓本来就疑心吕布 他一琢磨 这小子是不是到相府去了 想到这儿他站起来 就跟汉贤弟告辞 上车回府 来来来 快走快走 这车夫都觉得很纳闷 太师今天怎么了 干嘛去忙啊 等到了太师府 这车一停 董卓蹭的一下 从车上蹦下来了 车夫心说您肉的深沉的 您可别说一招 哎呀 太师您慢着 这董卓为什么这么急 他看见了 在自己家门前 在自己家门前可拴着吕布骑的这匹赤兔千里马呢 没错了 吕布准时进去找我的爱鸡貂蝉 好啊 吕布吕布 你老惦记着我的爱鸡 我能容忍你吗 我能容你吗 董卓迈达布上了台阶 伸手就把门里揪住了 吕布何在 太师 温侯进府 入后堂了 哎呀 他一推 把这门里推了一根头 因为董卓力大无穷 他迈开大步 腾腾腾跑入后堂 始终空空没有貂蝉 貂蝉在何处 旁边的侍妾 一看董卓的磨着 全都吓坏了 太师 貂蝉上后花园 去看花去了 一等闪开 董卓是直奔后花园 到了园门 董卓气坏了 怒从心中起 按了像胆冰伤 他看见吕布 搂着自己心爱的貂蝉 董卓大声和喊 好奴才 吕布一看董卓大师 已经回神就走 董卓快 啪啪啪 几步就走到停下 伸手就抄取了吕布的画感 方天脊 吕布跑啊 董卓挺着大脊在后边追 那吕布的伸手多快 手脚又灵便 他跑得快 董卓是又肥又胖 董卓追不上 追不上 我有几把几望前一致 这几就直奔吕布 吕布 这员大将身为武夫 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 他听见几道的侧身 趴用胳膊一躺 哐喽喽喽 这画感方天脊就掉在地上 吕布是撒腿就跑啊 董卓追上来 捡起了画感方天脊 他还追 吕布他跑得快啊 跑远了 董卓不甘心 就追出了后花园的圆门 就在这个时候 李如从外边挣进来 跟董卓两个人撞上了 扑通一声 把董卓就撞倒在地上 李如赶紧慌忙 把董卓搀扶起来 旁边就是书院 李如就搀着董卓 银儿俩到了书院 到了书阁中 李如让董卓坐下来 董卓是气得直撞 李如啊 吕布气意杀我也 你怎么来了 太师 我也是刚到 听说太师怒冲冲 上了后花园 还询问吕布 我怕有什么事 我就进来了 正好碰见吕布 吕布一边跑 一边对我说 太师您要杀他 我不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情 看您生这么大的气 我想来劝劝您 没想到把您撞倒了 真是死罪 请太师原谅 太师啊 您到底为什么 跟吕布生这么大的气 到底董卓如何对付吕布 下回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